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斐然 本视频呢,我们将一起学习热点人物的素材金奖第二节课啊 所以我们的春银行和春的资料内容的金奖 马上呢,斐然即将带着你们解锁的就是我们的热点人物素材二了啊 好,本节课的话,斐然依旧会给大家带来两个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的金奖啊 一个的话是张桂梅 可能对于张桂梅呢,有一些宝贝呢,很熟了 但是呢,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不知道说张桂梅原来可以运用在那么多个方向上 所以今天的话,我会带大家梳理她最主要的一些事件和她适用的话题 示范的文段等等啊,使用的方向啊 OK,素材的记忆,还有满分的视频 以及张桂梅的一个信啊,一封回信分享给大家 希望你能够从她的身上来汲取到一些力量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干预啊 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张桂梅啊 张桂梅,我建议大家在积累这个人物素材的时候 一定要记一些典型的数据啊 这样的话你在写作的过程中间会更加的有说服力 比如说你可以写她扎根贫困地区四十余年 哇,四十余年就非常的有说服力了啊 凭借着坚定的信仰和惊人的韧静啊 创办了全国第一所 这些非常独特的信息咱们要记下来啊 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拔平女高,然后帮助 一千八百多名四十余年 一千八百多名贫困山区女孩圆梦大学啊 是为教育事业奉献一切的张妈妈 尤其是啊,这个 2021年的时候被评为 这样感动中国2020年度的人物 以及2021年6月29日荣获了七勋章啊 七勋章是非常高的荣誉啊 那这个人身上的话啊 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些事件 以及适用的一些在我们作文中间 适用在什么话题之下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 来自23年前的报恩 张贵美的一生其实是 她在自己在写信的过程中也说 她这一生其实是很痛苦的啊 少年少年少母 青年少父 中年少夫 为了逃避过去的生活呢 所以她就申请调出啊 然后被调到了这个丽江华平县民族中学任教 次年呢 在那人身上面又加了一个个字 查出了这个子宫肌瘤啊 没有钱治病 然后县里边知道她的病情之后呢 就告诉她说啊 你别怕 我们再去人也会救活你 为此呢 县里边就积极动员大家给张贵美来捐款 有些人呢 甚至捐出了自己仅剩的五块钱的路费 哎 我没为这个小县做过一点点贡献 却添了这么大的麻烦 他们把我救活了 我活着要为他们来干点什么啊 干些什么 张贵美呢 回那段往事的时候依然哽咽 于是呢 张贵美用追逐一场疯狂的梦的时间来报恩啊 攒下来的奖金捐款和大部分的工资 一百多万元 全部捐给了山区的教育事业啊 嗯 你别怕 没钱了 我们大家想办法 如今她又把这样的话 说给山里女孩的母亲听 这个女孩的母亲哽咽了 啊 如同她一样 如同当年她听到的时候 你别怕 我们再穷也会救活 你是一样的哽咽啊 所以这个事件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来写感恩 对吧 感恩 或者说爱心的传递啊 爱心的传递 人间的温情等等等等啊 OK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她身上非常引人注目的这个事件啊 创办免费女子告读 为什么是免费女子高中呢 其实这里边啊 有有很多就是 堆积下来的一些问题啊 在01年的时候呢 华平儿童之家成立 捐助方指定当时在华平县民族中学生 叫做张桂敏来兼任这个院长 儿童之家收养的孩子中间 一部分是被遗弃在福利院门口的健康女婴 无儿无女的张桂敏变成了他们的妈妈 这样的经历让张桂敏萌生了一个想法 来筹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 女孩子受教育可以改变三代人 如果她有文化 她会把孩子丢掉 我的初衷就是解决低素质母亲和低素质孩子的恶性循环 就是可能因为重男轻女的思想等等等等啊 很多女婴被丢弃了在这 所以呢 所以才会说是免费的女子高中啊 她在这个面对面节目中间呢 给记者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她在家房的时候呢 发现因为母亲将自己上高三的女儿 留在家里干农活 把上初中的儿子送到县城去补习 当时她就气不打瑜出来啊 就质问这个母亲啊 就是你姑娘要高考就送她补习 反而送儿子去补习 这个母亲呢 就只回答了四个字 叫她是儿子 对吧 令她一时雨色啊 后来呢 再回忆起来这一幕 她就说再难 我觉得我办这个女报都是对的啊 就算把命搭上都是应该的啊 所以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之下呢 创办了免费的女子高中啊 你可以用来写这个社会责任啊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或者说性别公平 或者说这个教育公平啊 受教育公平 OK 一身逆鼓 这个一身逆鼓的话 其实我在数理这个素材的时候 对于这个点我是非常感慨的啊 多年来啊 一身不认命不服输 甚至是致死方休的逆鼓啊 抱着这个病体 忘我的工作 持续12年 家访超过1600户啊 形成11万余公里 帮助1800多名 贫困三区女孩圆梦大学 在华平女高 家计平出的时候呢 张慧梅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患上了这个废气肿 被纤维化 小脑萎缩等十余种疾病啊 六年前因为胳膊疼的抬不起来 已停止了授课 如今呢 她是校长也是校工 严厉催促学生的是她 与困难学生抱头痛哭的也是她 比如说张慧梅可可 其实她比谁呢 都更心疼孩子们啊 其实大家去看这个 网上有一些 就是她批评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 其实她真的是为他们考虑 他们着想啊 是打心眼里 想要为这个学生好 才会说出来这样的话啊 但又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读书和考大学 对于三区女孩的意义啊 我不这么干 我的学生就上不了这大 下大 川大 五大 建校以来 她让一千八百多个可能辍学的贫困女孩 走出了大山啊 走进了这个大学 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啊 对 刚才我们呢 看到这些女孩成才的时候呢 哭成了这个泪人啊 在一次的采访中间呢 被问几位子付出了什么的时候 张慧梅说 我付出的几乎是生命 我们在这里用命换来 我们这里面是用命换来的 生患二十多种疾病呢 她是用自己的药费啊 去资助孩子们上学 对此呢 她只是说不后悔值得换来多少孩子 有学上 我会和他们战斗到我最后那口气啊 与命运去抗争 对吧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啊 一枚健康 二枚家庭 三枚财产 她唯有于是逆骨 她明明可以妥协 折衷 却偏偏一意孤行啊 逆骨之骨在于她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强 逆骨之骨在于她 生疾骨髓 致死方休的信仰 宝贝们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就很容易让大家想到啊 就是我们在2021年的 这个全国贾卷中间 专门考到了可为与有为 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不对 可为与有为 什么叫有为 什么叫有为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事情 这个东西我处理的叫有为吗 不是 是什么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这种勇气 对吧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那么多的先烈都是如此 啊 我们唱的这个歌曲 我们读的作品中间都是啊 他们都是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巨大的困难去克服了它 所以可为与有为 这个有为 我觉得你就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写 你就能够写出来 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内容啊 你看我们景仰的革命劣势 我们学习的这个榜样 都是如此啊 我们的革命先例啊 用很多次的行动告诉我们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 这种倔强和勇气 然后内心坚定的信仰 才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当下 大有可为的时代啊 OK 明明可以 至于很多人而言 是生活的妥协 是在简单和困难的人生闯关模式中 选择了容易完成的谦责 而在张桂梅那里呢 却成了对生活发起的挑战啊 我们甚是感佩 英雄的榜样是英雄 对吧 我们经常说这个 我们现在经常来说这个 英雄的力量 或者说榜样的力量 对吧 英雄的力量 或者说榜样的力量 这样一些话题的时候 你也可以去写到张桂梅啊 因为张桂梅呢 一直以来以革命先列 江姐是作为自己的榜样的 21年的时候呢 她参加朗读者 第三季节目录制的时候 在节目中朗读了 红颜的片子啊 字字吭强 目光坚定 6月3号呢 人民日报刊登了 她的一篇文章 江姐我一生的榜样 深情呢 写到了说 江姐是我一生的榜样 小说红颜和歌剧 江姐是我心中的经典 我最爱唱的是红梅赞 演江姐学江姐 她的坚强 她的忠诚 她的坚定信仰 她的无畏 成了我一生的楷模 当时呢 我便暗下决心 要以她为榜样 做她那样的人 我年纪越来越大 但我希望孩子们 记录江姐 记录在女子高中的 那一模红 这将是他们 终生受用的财富啊 从自己的榜样那里 汲取了力量 然后去影响到 感染到更多的孩子们啊 我觉得这其实 也就是教育的这个魅力啊 然后感动中国呢 这个势力和颁奖词 大家可以梳理一下啊 因为势力的话 她已经把最核心的 这些点给到了大家啊 没有子女 却是上百个孩子口中的妈妈 身患绝症 却把自己所得的奖金 全部捐给了 贫困三卷孩子们 在继承教育岗位上 心情耕耘 数十年 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 唾起了贫困三卷孩子们的希望啊 她就是华评女子高中 党支部书记校长 儿童之家 福利院的院长张桂梅 所以还是我们前面提到 这些核心的事件啊 浪漫的三华中 我们发现你 自然基尼以风雪 对吧 她的人生 就是困难模式 就是不容易走的 就是这种 我们经常说简单困难模式 对不对 打游戏中间的这个困难模式啊 你抱之以歌唱 命运至女于微雅 你愧人间以芬芳 不去念做春 无意苦争春 这个其实也有诗句的话用啊 怒放着生命向世界表达倔强 你是鸭叛的贵 雪中的美 好 那我们可以写什么呢 我们可以写坚守信念 对吧 教育理想 教育信念 OK 那张温梅校长呢 长期坚守在贫困山区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 坚守着信念 乡村学校条件坚苦 教师待遇不高 他执着坚守的奉献精神 感动了我们 教育其实就是一棵树 咬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 唤起另一个灵魂 这种对于教育信念的坚守和 执着让他的人生更加美丽 坚守初心 铸就精彩人生 改变大三年女孩的命运 是张温梅决定办学的初心 用自己的肩膀 挑起了偏远山区的 这个女孩的读书梦 搭建了受教育的平台 铺就了改变命运的道路 所以教育的初心 教育的理想都可以去写 初心 OK 那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初心信念 这个有一些类似 大家一定要梳理的过程中间 对他进行一个整合和加工 你看是他决定办学的初心 改变大三女孩的命运 所以坚守对自己的初心 多少年 40多年 对吧 扎根于这个山区的教育 免费创办这个第一所 这个女子 免费的女子高中 然后帮助山区里边 1800名女孩子去实现自己的教育梦想 去圆梦大学 坚守责任 责任这个点啊 然后爱岗奉献 对吧 爱岗敬业奉献啊 用自己平凡的双手 托起了许多 许许多多女孩的求学梦 坚守责任 爱岗敬业 无私奉献 带病工作 把自己微博的工资 甚至把自己的药费啊 都资助给了这个贫困学生 无私奉献这个点 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啊 坚守责任 社会责任 OK 那这个我们前面其实提到这个点的话 就是大家可能会 想的更 稍微直接一点 最后的话 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点 就是教育扶贫 我们经常说脱贫攻坚 对不对 脱贫攻坚 我们有一句话叫扶贫先扶制 对不对 扶贫先扶制 其实啊 这个 对 张桂梅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 教育是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啊 可以改变贫困地区 无数贫困家庭的命运 63岁的燃灯校长张桂梅 教书育人 力得数人 一直呢扎根在云南贫困三区的一线 拖着病体啊 创办了第一所这个免费女子高中 用知识去改变贫困三区女孩的命运 用教育去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把教育扶贫改变的是人 而且是几代人啊 所以扎根大山的燃灯者张桂梅到 一生只为一世来的支月音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把它积累下来 因为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排例 排比的势力 对吧 可以去写啊 这种扎根基 这个扎根基层 也可以去写这个教育扶贫 等等等等啊 到一生只为一世来的支月音 总一根扁蛋挑起三里孩子 希望的张玉滚 多年在悬崖天梯上 接送学生的李贵林 陆建芬夫妇 对吧 乡村教师啊 用自己兼任和奉献 来托举起大山孩子的梦想 为一个个的贫困家庭 带去了希望啊 打拼拼拼拼担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OK 那我们梳理一下啊 张玉这个人物素材 这有哪些关键的信息 需要大家注意啊 第一个的话 就是还是我们说的 要去记忆这一些最核心的点啊 人物身份评价成就 包括我们说 可以运用的一些关键词 或者说写作的一些方向 写作的一些方向啊 好 张桂梅 中学教师2020年度 感动中国人物 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滑瓶女高 帮助1800多名 贫困三圈的女孩 圆梦大选啊 坚守信念 爱党经验 责任担当 教育扶贫 这些方向都是可以去运用的啊 OK 那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些最核心的点记下来 然后再根据我们遇到的 主题的不同 或者说题目的不同 去加以加工啊 去灵活的变通 好 那接下来的话 给大家分享一篇视频 这个视频文的话 其实它的思路是值得大家借鉴的啊 你们在写一些视频文的时候 也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去写啊 首先它的标题叫 初心如盘为人师 行为示范报家国 题目就亮出来自己的观点啊 初心如盘和行为示范 对吧 就起到这个强调作用啊 强调了这个 它身上一些核心的点啊 上日明日报呢 同一个报道对象 隔一段时间两次 登上日明日报更是少见啊 但今天来自 立江华评的张惠美 又登上了人民日报 文化版的头条 还是版面头条 加评论的形式 开篇呢 就游说啊 他非常罕见 对吧 然后引出来了 这篇文章 最主要是写作的这个对象 张惠美啊 然后呢 又说了 对于张惠美的故事呢 很多人是知道 生患重病却专心教育 在平坤山区 依然居然办起了 第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啊 所以这个在 素材中也是 反复出现了一句话 大家要注意啊 嗯 然后呢 又引出来什么 引出来教育这个话题 对 至今 从古至今 文明星火得以延续 价值观念得以传播 离不开教室 这个伟大的职业啊 一个国家未来怎么样 关键在于 这个国家的青年怎么样 推动青年学习知识 报效祖国 是离不开教育二字的 张惠美呢 作为一名人民教室 用实际行动去书写了 坚守责任担当啊 对吧 就叙述 他身上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事迹啊 毕魔呢 折磨着他 他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 与毕魔做斗争 想有限的时间 来帮助三驱里贫困的女孩 早日完成自己的学业 让大山深处 多飞出一些金凤凰 哎 这份初心呢 让人尊敬 让人感叹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他就分析了啊 就是 呃 说这个 教师呢 总是挺立在 时代潮头之上啊 先生之风 三高水上 从启蒙众人 到传授心知 再到教育救国啊 有人说呢 教育是立国的根本 有 有说出 对吧 这里边呢 就提到好几个人物啊 有说出 教育是立国根本的 陶行知 有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点根据的 功全真 有坚决创办女子学校 改变三区贫困女孩 命运的张桂敏 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排例啊 所以大家会发现啊 这个金牌写手 他们在写的过程中间 也是啊 有这种详细展开的 也有排例啊 有响有略啊 哎 饱含家国情怀的赤子 用行动书写了 教师的真谛啊 治天下之 智者在人才 成天下之财 财者在教化 无数张桂敏们 坚守在最需要的地方 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保留了 最珍贵的火种啊 所以呢 就提到了这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保留了珍贵的火种 好 那接下来呢 又提到了一个点 就是以致抚贫 就我们刚刚说了 抚贫先扶质啊 说这个 王大老说呢 他输出的不仅仅是 知识和价值观 更是输出了什么 很多的动良之才啊 无数像他一样的教师 为主要事业 引领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然后倪秀兰 是不是又提到另外的啊 和他类似的乡村教师 倪秀兰 贫困啊 任教贫困山区小学 31年为山里的孩子们 撑起一片天啊 然后呢 又提到了这个 教生定 好 最后的话啊 就是对整篇文章的 一个收述 说灌溉新年之花呢 复制品格之数 教师是责任重大的啊 正有无数的像张贵梅这样的教师 坚守在大山深处啊 他们初心如盘 为人识 行为示范报价过 这是不是又一次回扣了标题啊 对吧 照应了标题 而且回扣了自己的观点啊 嗯 然后呢 收述整篇文章 总结整篇文章 所以倪秀兰 教生定 和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牌力 大家都可以对他有一个积累啊 你想写这个乡村教师 这个系列的时候 你就不仅仅有张贵梅 你还有我们今天讲到这样的一些人物啊 好 那接下来的话 反正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这是这个新华社啊 微信公众号呢 刊发的张贵梅的一封回信 应该是收 收到了这个 收到了不少这个读者呀 或者说 学生给他的一些信啊 他在 他的这篇 他的这封信叫做 不惧怕 人生的寒冬里 带着必然的希望 他说啊 这个 虽然我没有见过面 读着你们的来信 我仿佛提问 我仿佛看到了提问背后一张张 或困惑或迷茫 或正在认真思考 和自我和未来的年轻的脸 啊 这一年里呢 或许你们各有各的不容易 就要面对自己升学 工作 情感 能方面的压力 要直面外部环境 变来的 带来的内心焦虑和挣扎 每个人都希望人生可以不断前进 但我们也不得不去面对 人生中脚步慢下来 是停下来的那些时刻啊 啊 你们当中的很多人呢 就问了我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就这样了 我很辛苦 我是不是应该认命吗 对吧 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歇一歇 或者说我应该就是躺平了 就这样了 他接下来呢 就说了 他说我相信 人生在必经的寒冬里 也带着必然的希望 没有人愿意经历严寒 但他经常不请自来 不经选择 也很少有人敢确信 未来是一般风策的 但如果你经历过和见过 你会相信 并且愿意把它强烈的送给别人 让身边的人去感受到啊 然后呢 中间的这一部分呢 他就讲到了自己 人生中间最黑暗的一段时光 自己的人生经历啊 所以呢 你们的人生也一定经历过 这样的时刻 感觉全世界都在跟你作对 所有的厄运都降临到了你的头上 走出痛苦的过程 有时候比痛苦本身还要难受 那时的我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的年轻人 在挫折面前 没有那么坚强 我只是努力的 让自己再多挣扎了一下 对吧 所以把这句话 也分享给所有的同学啊 努力的让自己再多挣扎一下 抱着一线 希望啊 所以大家可以仔细的 评一评这句话 我们所有的这个小自然 以及我们CC小队里面的成员们 对不对 所以啊 大家在高中生活 可能都有各自的泪啊 和各自的这个不容易 所以 你们在 就 先不要那么着急认输 先不要那么着急去认命啊 还是再努力 再坚持一下啊 在走出痛苦的过程中间呢 身边的人像我伸出了手 让我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 就是那一点挣扎一点温暖 让我一次次的坚持下来了啊 所以呢 他也提到了 就是我现在过的也是很苦啊 积累一身病啊 然后我心里面是很难受 但是现在的苦是一种 我愿意付出的苦 因为我有个清晰的目标 我要把孩子们带出大山 我要去实现它 有目标呢 就有了干劲 就不觉得那么苦了 所以呢 他就给了所有就是 孩子们一个建议啊 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人生的大目标 你们人生的大目标是什么呢 有一些宝贝可能是在这个阶段 觉得我要考上了一项的学校 对吧 有一些宝贝呢 可能从小就有自己感兴趣的一些方向 想要以后投生到 这个研究的方向中间啊 所以这个大目标去帮助你 走过那些痛苦的 坚持不下去的时刻啊 这个大目标呢 就像一座高山 需要长久的攀登 你还需要找到一条一条上山的路啊 在每天的日常里边去完成 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 一步步扎实的去往上爬 爬着爬着呢 或许就走过了这一段黑暗的路啊 波云见日 给你们写下这封信 希望从我讲述的经济中 让你感受到一点点温暖 一点点力量 这是我今天正在完成的小目标 我今天还有好多个小目标要完成 比如我等会儿就要去看看 孩子们测验的情况 督促他们上好每一节课 抓好每一分 也是我现在的每天的小目标 你也许和我一样 正在完成每天的小目标 也许呢正在寻找你的那个大目标 但只要你开始思考 开始行动 你就已经走上了一条必然不易 但也充满希望的路途 放弃和任命是一条 没有尽头的下坡路 请记住在任何一个 你没有察觉的时刻 包括现在 通过行动去改变命运的机会 是一直都存在的 OK 那张桂梅呢 本来就给大家分享到 接下来的话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素材 甘雨 所以甘雨的话 我会讲的稍微快一点 因为她身上的这个事件 会相对聚焦一点 然后没有张桂梅 她能发散的这些角度会更多 对甘雨的话 可能大家对这两个名字的认知 是很显然对张桂梅的了解要更大一点 对不对 所以甘雨她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很凭凡啊 很凭凡你可能 你可能不知道她 平民英雄啊 OK 在卢定地震中 甘雨和同事裸勇 拉闸泄洪 避免了河水 漫过大坝去冲毁下游的村庄啊 所以自己挺身而出啊 然后挽救了很多人 挽救了很多的这个 很多人生命啊 很多个家庭等等 但是呢 她却成了什么 她却失联了17天啊 失联了17天 整整17天啊 在这个门口上最后被找到 好 具体的话 这个故事是怎么回事呢 旧工友开水闸 在大坝 大间度过第一夜啊 发生了地震之后呢 地震不仅导致了这个人员的伤亡 设施受损 而且这个湾东和上游的山体垮坡 形成了这个燕色湖 如果电站不及时的去打开这个泄洪闸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后果是很严重的啊 所以呢 甘雨呢 就看到啊 就是说到处都在坍塌啊 然后眼镜呢 被湿路打飞 两个工友呢 也是被打倒在地啊 我和罗勇 他的自己的同事就去救他们啊 然后把他们拖到一边 找个铺盖盖上啊 但他们受伤太严重 过了一两个小时没气了 还有名工友呢 被排在 被埋在这个湿路下面啊 湿路太大啊 怎么都推不动啊 然后我跟罗勇一起 我们俩就商量说啊 这个泄洪闸没开 大坝的水是关起的 如果说发生了这个水漫坝 那就十分危险啊 下入的人和村庄都要被冲走 所以呢 我们决定上去把这个大坝的水给放出来啊 等这个周围的山体稳定了 罗勇就冒险爬上这个大坝的坝间啊 用柴油发电机发电 把两道泄洪闸打开啊 但泄洪效果怎么样 我们也不确定 所以呢 那天晚上他们就在这个大坝坝间过的一夜啊 盯着这个水位变化 看这个水到底放出去没用 所以大家下一次在写逆行者的时候 也可以去写写一写我们的干预啊 就不一定说我们疫情中间 我们写逆行者 经常会想到疫情中间的医护人员 他们是最美的逆行者 你下一次也可以去写干预 和自己的这个同事 罗勇 对不对 救公游开水着啊 责任担当啊 责任担当逆行者 好 我们来看啊 这个不拖累公有和公有分开求救啊 呃 甘云呢 就提到了说 他们两个人是只有一瓶水的 两天没吃东西 体力也是严重透支的 实在是走不动了啊 就说你先去找这个救援队 我在原地 我想的是如果两个人一块 两个人继续一块走的话 我拖累他 可能两个人都走不出去 如果说他找到救援队 先获救再来救我 我们两个人都可能活着出去啊 所以呢 你可以去写他是有勇有谋的 对不对 非常勇敢挺身而出 同时呢 又给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计划和方向啊 险境中的选择 荒野求生 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就是意志力非常的顽强啊 罗勇呢 在被困75小时之后脱险啊 但留在山上的干预呢 是完全与外界失联的啊 他说罗勇指的方向是蒙古刚的方向啊 说这个山上是有炒垫的 有放牛放羊的 说不定会碰到人 17天里 我记得有两天没下雨 山上能见度不高 每天12点的样子走到 大概三四点 就是找个窝去休息啊 然后呢 他就看过这个 被野荒野求生里边的视频啊 学着里面的样子啊 去喝这个 就是睡在石缝里边啊 下雨呢就可能还喝一点点这个雨水 但是很多 没有下雨的什么呢 喝自己的尿液啊 所以大家在写这个 运用这个片段的时候 你可以去写啊 坚强勇敢 意志坚定 意志顽强 对 生命的奇迹等等啊 最后的话啊 我觉得这个片段也是让我很感慨的 这个村民啊 倪太高 倪太高呢 在晋三 晋三找羊的时候呢 遇到了搜救人员 听说甘雨的故事 老倪决定找羊的同时 也找到这个素不相识的好人啊 第一天没找到 第二天晚上 早上九点多就听到了这个救命的声音啊 所以呢 他就找到了这个 找到了这个甘雨啊 对吧 听说有人需要这个帮助啊 然后找羊的时候 就去找这个素不相识的这个好人 这不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商向的奔赴吗 平凡的英雄 或者说平民英雄 平凡英雄 不仅仅说的是我们干预 我们这个村民倪太高也是如此 对不对 在别人啊 用就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勇于伸出来这个手 而且愿意为之付出 那我觉得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英雄啊 OK 失联期间最交心的是他的家人啊 这个很正常 就是最交心的是他的家人 但是在这个片段中间 你看啊 当他这个 当这个甘雨的爸爸啊 看到这个甘雨受伤非常严重的时候 说儿子你比我有出息 我觉得这个点啊 真的就是他为自己的儿子骄傲 而且很显然他是很认可 自己儿子的这个行为的 对吧 这我们就说家庭教育的这个力量啊 父母肯定也是心里非常善良的人啊 才会交出来像甘雨这样的孩子啊 家风家庭教育啊 也可以去写这样的一个片段啊 然后呢 给大家进行一个素材的点播啊 在生死关头呢 放弃了逃生的机会啊 没有放弃责任 一命换起几百命 我必须做的精神啊 把这个症候的损失也降到了最低 但多人以为他可能遇难的时候 可爱的老乡并没有放弃寻找啊 出于良知和责任啊 在甘雨 他们不放弃中 仪太高呢 和老乡 对吧 是受益者 仪太高的不放弃 甘雨又是受益者 所以双向啊 双向奔赴 换来了这个奇迹啊 所以呢 甘雨在救人过程中间眼睛丢了 这是助人的本能 仪太高听闻有人在山上 连续两天上山寻找 这是一种暖心的回应 双向奔赴的感情 体现了危机关头 心中大爱 蔓延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内核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啊 对 你也可以去写啊 就是英雄是什么呢 出自普通人的 对不对 英雄是出自普通人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点 就是什么 平凡与伟大 啊 平凡与伟大 平凡中孕育的伟大 大部分英雄都是出自于普通人啊 只不过说 他们在这个 国家需要他们 人民需要他们的时候 站出来了啊 OK 勇敢逆行 对吧 勇敢逆行的精神动力 是对关键时刻啊 冲得上去危机关头 豁得出去的最美权势 哎 彰显的也是新时代青年 新是祖国 新系人民的使命与担当啊 勇敢逆行 最后的话啊 中国式的这个家庭 中国式的父母 对不对 哎 说 儿子你比我有出息啊 所以呢 中国式的家庭 中国式的父母 不希望子女出人头 离大富大贵 只希望能够为国家 为社会 为人民多做实事 好事 这才是有出息啊 对优良 家风的传承啊 涓涓汇聚成江海 也凝聚起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对吧 我们说家风 良好的家风 家庭教育啊 对人的这个影响 好 那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 甘雨这个素材的话 他有哪些 最核心的一些信息 甘雨人民 平民英雄 地震中开水闸 避免河水 冲回下游村庄 失联17天 对吧 这个数字啊 大家典型的数字 一定要记下来 失联17天 好人一太高 救了好人 对吧 救了甘雨啊 这个父亲说 儿子你比我有出息 可以写责任担当 逆行者 平凡与伟大 家庭教育 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的资料中间的话 也给大家准备了 这个素材的脑图 里边包含了 我们的记忆的公式 然后还有我们写作的方向啊 所以大家也可以拿着 我们这个进行铺库 好了 以上的话 就是我们本次课的 所有的内容 我们讲解了张桂梅 讲解了甘雨 这两个热点的人物啊 后续的课程中间 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记得按时的观看哦 我们下次